HELLO 我是幼化 歡迎回來我的槍法小教室 這次要討論的槍法是 進階六 進階六可以拆成四段來學習 一 正面的風旋 二 側面的繞手 三 划船 四 大鵬戰翅 以下來一一說明 第一段 從拖槍開始 做右手轉槍前三動 然後轉槍一轉擋 左手推 右手前槍做風旋 擋45度 一 二 排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二段 接序前面 擋到之後馬上拉到右側 接著做單右旋 左手推做一次繞手 再牽槍擋45度 如果不想牽槍 也可以繞手後直接丟半轉 第三段 第三段稍微複雜一點 首先槍頭往前指 再往左下方畫 接著左手偷偷放開 槍順時針轉半圈後 左手抓槍機 最後右手壓槍 順勢轉一圈後 讓槍緊卡在腋下 右手抓槍伸 第四段 大鵬戰刺 首先右手抓槍 兩手張開 接著把槍滾到左手上 再順勢做繞拔 到身體前面 擋45度 這裡交到左手 左手抓槍背帶 這裡交到左手抓槍背帶 繞八彎則是槍頭 向右上 45度 最後上肩台幣 進階六就完成了 進階六就完成了 把四段連起來試試 把四段連起來試試 進階六其實是菜桃桂的簡化版 保留了划船和大鵬展示 其他部分改的比較簡單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try try看 進階六最早出現於2013年的儀隊連展上 進階六最早出現於2013年的儀隊連展上 後來就很少用到 只有紅文儀隊用過幾次 想學菜桃桂 也可以參考這兩支影片 對進階一到五有興趣 也可以參考這些 謝謝 我是幼化我們下次見 掰掰